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开启实战50台规模集群模式 网站规模可以达到50台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模拟那么大的环境 我们可以模拟10台左右或者15台左右 这个可能也比较大一点 所以机器配置差的 咱们慢慢来 我们可以把不同的业务放堆到一个机器上面 这样也可以搞定 大家对50台规模集群期待不期待 期待是吧 有没有信息完成 有 有信息完成的举个手 好 把手举高举直 告出日节 耶 再来一遍 举高举直 耶 好 我们做一个站前动员 然后我们就开始讲 开始讲 怎么说 我们要搭建集群 我们要搭建集群 那你肯定要有 将来去工作里边 你要有什么 你要有服务器 你要有服务器 那么现在很多企业可能用了云了 云 那你可能就要云主机 云主机 说白了 什么 就是我们的虚拟机 所以 有很多网友说 老师 你们这有没有服务器环境 我说每个人有一台服务器 你信吗 每 同学们 每人一台服务器 二百万 二百万 你们学费全搭建集都不够 所以 有人说 有完整服务器的 全是假的 有个两台台还不错 OK 我们有四到六台的机房 对 首先服务器不是太重要了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企业都用云比较多一些 服务器也有 应该说各半 或者说小企业 云主机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现在搭建集群 大部分都是虚拟机 所以 虚拟机环境才是企业的战士环境 角度不同 结果不同了 所以不要老 老师有没有环境 有没有物理服务器 物理服务器不是战士环境 好 那么这个我们原计划说了 我们要这个采购服务器 啊 采购服务器 第二 采购云主机 啊 然后 有服务器了还不行 还得有什么呀 对 还得有带宽 所以我们还会要 采购带宽 啊 带宽 采购回来了 包括服务器采购回来了 你可能还要做一个 啊 性能测试 当然一般我们现在做的也比较少一些 但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带宽要采购过来了 也要做一个 啊 压力测试 啊 然后就是看好不好吧 对不对 好 这部分内容就留到我们其中架构结束 作为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 届时我们以主为单位 你们要打电话出去去做这些事情了 真的是做 不是在这说做 因为每个人要约把销售约过来 或者去销售的公司去了解这些业务 啊 然后我们跟你讲 那采购服务器了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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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集权 节点 你用 你用什么配置啊 对不对 你说老师你不知道 你问问他呀 你说咱们一般卖给这个大公司都有什么配置 你不就问出来了吗 你现在才跟他 你就说你是 持平 对吧 这个 刚过运维 所以那帮销售比你们摘地方面 要高 在这方面比你们要高 对不对 然后卖带宽 哎 什么带宽比较好啊 他说用BGP的啊 用 对不对 设计互联呢 还是用什么呀 对不对 啊 第四 采购CDN CDN服务 啊 呃 这些都是需要的 我们就留在我们其中进行架构结束 啊 做一个项目案例 呃 做一个项目让大家实战去操作啊 好吧 这也是我们原来19期27有23期25期就没做 我们这个班我希望要做一下 好 这是一个说明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从集群架构的一个结构给大家讲起 最访兴 accompagn Bloody лена 优优独播 艺独播 Tzyst 感谢观看